汗江之中惊陷恐怖怪物 一跃而起跳到岸上 开始袭击周围的游客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四散逃离 而怪物却紧追不舍 还不停地摇摆着长长的尾巴 有人被扫到落入江中 顿时领了盒饭 此时岸上的一个女孩 正戴着耳机悠闲地扣着指甲盖 全然不知怪物已经出现在身后 下一秒就被吞入肚中 不过怪物很不满足 还在继续追击人群 有的人拼命跑到岸边的集装箱里躲避 结果这下更加凄惨 怪物撞破大门冲了进去 里面瞬间响起无比凄厉的惨叫声 鲜血顺着门缝染红大地 在外面的人群之中 有两个男人看到这一幕后 奋不顾身地冲上前 打开集装箱的另一头 救出里面的幸存者 怪物也跟着冲了出来 于是他俩又捡起地上的石块 朝怪物扔去 结果彻底急怒怪物 朝着两人扑了过来 其中一名外国小哥被当场吃掉 而另一个人则拼命逃窜 途中遇见自己的女儿 抓起她的手就跑 谁知跑出去没多远 就感觉手上不对劲 一回头发现 牵的居然不是女儿 他焦急地四处寻找 却看到令人崩溃的一幕 只见女儿被怪物用尾巴卷起 游到江对面后 把人吞入腹中 然后再次跳入水中 消失不见 他心急如焚地跳入水中去救女儿 可惜根本不会游泳 最后还是被岸边游客救了上来 男人名叫康斗 女儿叫贤叔 他们跟着家里人 在汉边经营一家小麦破尾商 这次突然出现的怪物 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宁静生活 都沉浸在失去娴熟的痛苦当中 无法自拔 很快汉将出现怪物的事情 就传到军方耳朵里 怕怪物再出现害人 连夜把汉将封锁 并将所有人驱散 其中就包括康斗一家 没过多久 军方通过对岸边尸体的检测 发现这些人的伤口处 都有可怕的病毒 很可能是怪物身上携带的 所以像康斗这样在现场的人 都被军方统一隔离起来进行观察 等天晚上 在隔离病房里的康斗 突然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 说他还没有死 而是被怪物带到汉将某处的下水道里 刚要问具体位置 闲述的手机就没有了电 得知他还活着 一家人急忙找到工作人员 请求进行救援 可对方根本就不相信 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逃出医院救人 随后 康斗的父亲老白 又从周围的小混混手中 花高价购买了一批武器 和汉将下水道的设计图 准备开始营救 与此同时 康斗等人逃出医院的事情 也被军方发现 接着开始大范围进行搜捕 为此 康斗一家人 只能在躲避警方追捕的同时 悄悄来到汉将的下水道内 寻找贤树的下落 结果找了一天都毫无收获 等到夜里 几人回到江边的商铺里 寻找食物填饱肚子 等明天再继续寻找 另一边 贤树被怪物吞下后 并没有被吃掉 而是带到一处下水道里 在这里遍地都是尸体 惊慌失措的贤叔 趁怪物出去的时候 赶紧给父亲打去求救电话 可惜还没说几句话 手机就没电了 于是想要从死人身上 找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遗憾的是 没有找到一块能用的 不过他却坚信 父亲一定会来救自己 隔天早上 康斗一家休整一夜 准备继续出门寻找 谁知怪物居然就站在商铺的大门前 看着叼走孙女的怪物 老白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 一枪射了过去 怪物被击中后瞬间发了狂 朝着商铺冲了过来将其掀翻 而老白临危不乱 继续对着怪物连开竖枪 把他击倒 然后大家走出商铺 看到怪物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到这时才看到这个怪物的真面目 简直就是一只鲤鱼的加大进化版 接着坑斗的弟弟捕上上前补枪 没想到怪物突然爬起来 朝着江边跑去 众人见状赶紧追上去 并且开枪射击 但怪物的移动速度实在是太快 正在巡逻的警察吸引了过来 见此情况 老白让康斗等人先走 而他则留下来 定要将怪物杀死 期间还把康斗手上 仅剩一发子弹的枪要了过来 这才把他们赶走 就在说话间 怪物再次从枪里跳了出来 老白立马举枪 口下扳机却发现枪里并没有子弹 原来是刚才打光了 就连康斗都不知道 老白回头看了儿子最后一眼 紧跟着就被怪物撞死 并且开始往枪中拖 康斗见状奋不顾身的冲上前 康斗已经来不及逃跑 被追来的警察抓回了医院 不过普昌带着妹妹南珠 成功逃离了现场 之后普昌找到 在电信公司工作的同学大胖 请他帮忙查一下 贤叔拨出电话时的信号位置 可是现在在外面 到处都是普昌跟南珠的悬赏通缉令 大胖也不敢收留他 还是打电话通知了警方 不过在这之前 大胖还是帮普昌找到了 贤叔手机的位置信息 在远小大桥 一得到位置 普昌立即通过短信发送给了南珠 就在这时警察也来到公司准备抓人 普昌见状顿时明白被大胖出卖了 于是把电脑插头死死摁进插座里 使其发生短路 公司瞬间黑了下来 而普昌则趁机跑了出来 虽然他成功逃脱 但也因为剧烈运动导致体力耗尽 晕倒在一座大桥下 南珠在得到具体位置后 带上弓箭赶过去寻找 同时还联系上康斗 将这个消息告知 却不想刚挂断电话 就在半路上碰见怪物 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落进一处狭窄的桥洞里 接着怪物伸出那恶心的大舌头 想将南珠卷出来 不过因为太深根本勾不着 最终只能放弃 而此时的康斗 正被工作人员强制注射麻醉剂 即便生死历劫地向工作人员解释 他的女儿还活着 就在远小大桥 但工作人员根本就不听 这时从病房外走进来一个医生 看着康斗一脸坏笑地说道 病毒已经侵入他的大脑 急需要做开瓢手术 不过康斗在随后医生跟同事的聊天中 无意间偷听到 其实怪物身上根本没有携带什么病毒 这只不过是政府为了掩盖怪物真相的手段而已 原来就在前段时间 汉江边的一间秘密实验室内 几个科学家将已经过期的有毒液体 倒入汉江之中 导致里面的一条鱼受到感染变异 从而产生了这只怪物 得知真相的康斗 瞅准时机挟持住一名护士 然后成功逃出医院 直接前往远小大桥 而醒来的浦昌也朝着大桥赶去 与此同时 政府为了彻底平息此次事件和消灭怪物 不惜使用黄色毒粉 准备投放到汉江之中 不过这种毒粉会使汉江的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 届时江里的水将不能再饮用 为此江边聚集了许多游行示威的人群 集体进行抗议 另一边贤叔被回来的怪物惊醒 在他身边还躺着一位小弟弟阿宇 此人正是昨天被怪物叼进来的幸存者 不过阿宇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长时间在这种潮湿环境下导致他感冒发烧 如果不尽快医治 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贤叔决定逃出这里请求救援 恰巧在下水道的出口处吊着一根绳子 可绳子下面就是熟睡的怪物 为了救阿宇 贤叔奋不顾身的冲上去 踩着怪物的身体一跃而起 结果被怪物当场发现抓了起来 就连阿宇也没能幸免 等康斗赶到信号位置时 正好看到怪物嘴里吊着女儿的一半身子离开了下水道 于是赶紧追了上去 只见怪物看到远处岸边聚集的大量人后 朝着那边就游了过去 吓得岸边的人惊慌失措 四散逃离 等怪物一上岸 黄色毒粉随即开始释放 在毒性的作用下 很快怪物就痛苦地躺在地上挣扎 康斗看到这一幕后 迅速冲上去 扒开怪物的嘴 将女儿跟阿宇救出 可惜女儿已经没有了呼吸 就在这时 普昌也赶了过来 等康斗将两人带到安全区域后 普昌用事先准备好的燃烧瓶 朝怪物发动攻击 怪物受到大火的灼烧 想逃回江里 康斗见状随手拿起根钢管 挡住怪物的去路 接着一下插入她的体内 宋奇领了盒饭 影片最后 虽然贤叔死了 但阿宇却被抢救了回来 于是康斗决定将她留在身边 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批名《汉江怪物》 是以一个传统家庭 面对《汉江怪物》为题材的科幻惊悚电影 由宋康浩 裴斗娜等贤明主演 而导演奉俊浩 更是不愧为鬼才 成功突破怪物类型片的桎梏 拍出这么部味道古怪的佳作 实在是让人耳目一新 在片中 一些像是漏洞的地方 却是故意营造的荒诞 看完之后 似乎还能回味一点什么 喜欢的小伙伴 确实值得一看哦